影坛巨星林青霞位于香港42亿豪宅8日凌晨发生严重火灾,当时本人并不在屋内,随后他稍早回应有人讯息曝光都好,谢谢关心,该栋豪宅占地1400多平,他过去在微博分享豪宅内部罕见曝光占地843平的花园,绿样然宛如生态保护区,还有仙鹤飞来,可以眺望无敌美景。 凌晨发生火警,火势猛烈窜烧8小时,性无人伤亡。据悉,火灾发生当时,林青霞不在屋内,现场疏散将近20人,皆是豪宅的庸人以及司机。 另外有港媒捕捉到庸人抱宠物离开豪宅的身影,停放在豪宅的数量7人坐保姆车,叫车揭开至大门,轮流接送逃出来的人员。 由于豪宅火势猛烈,附近住户也惨遭浓烟笼罩,消防处呼吁市民关闭门窗,避免被火灾引发的烟雾和异味影响。 火势从0点32分开始发生,且一直烧到天亮,延烧8小时终于扑灭。 是由豪宅火势猛烨,进店主捐吧?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